讲一下就是因为可能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不熟悉我们的课程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说父母亲实际上跟孩子的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你是领袖 不管你愿不愿意做领袖 喜不喜欢做领袖 你就是一个领袖 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就在观察父母亲怎么做 父母亲的处事为人态度 他完完全全都学到了 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从父母亲学到了 所以父母亲就是领袖 那领袖的能力是用影响力 去让被领导的人充满了热忱 主动的充分发挥神所赐的才能 而且毫无保留 虽然努力奔向一个人生与你认同的高贵的理想与目标 所以做父母亲的是要让孩子能够发挥才能 而且充满了热忱要达到一个很高贵的目标 所以父母亲要给他们目标 然后能够带领他们 让他们将来能够很成功 那领导能力 我们上次上一季有讲很多 第一句是领导能力是生命 态度方法与技巧的结合 生命是最根本的 然后态度方法技巧 然后才能够带领这个孩子 其实我们如果自己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学到了什么 对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你可以写下来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孩子现在不管多大 从你学到了什么 有什么是珍贵的 让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第三个你可以去问孩子说 孩子啊你现在这么大了 你觉得你从我身上学到了什么 有什么宝贵的 你一生都可以使用的 不管是什么 态度生命的彰显还是什么 很明显的 一个充满热忱阳光的父母 孩子学到的是热忱阳光 连结的父母孩子学到连结 充满活力乐观的父母 孩子学到的是活力乐观 充满信心 读经祷告与神走道路的孩子学到充满信心 祷告与神走路续奉 那当然是很可惜的就是也很可能 父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父母 充满苦毒恼恨的父母 孩子学到的就是苦毒恼恨 父母可能是悲观的 孩子学到的就是悲观 父母是整天开口骂人的 孩子学到就是骂人 父母是粗暴的 孩子学到的就是粗暴 所以领导能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很有趣的话题 生命 我想我其实也试过很多次 跟人家讲生命的时候 有时间就问说你们说生命是什么 那在课堂里头大家就讨论 那很可能二十个里头有二十个不同的答案 而且很难有人把生命 用一两句话写得清清楚楚 主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羊就是人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所以主耶稣讲的很重要 祂来就是要我们得生命 如果我们如果对生命的定义跟了解 不是清清楚楚 那这个基督徒的道路走起来 就比较模模糊糊 想想看门徒训练是由生命影响生命 如果我们对生命的定义不清楚 那你这句话就变成说 门徒训练是用我不太清楚是什么东西去影响你的 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门徒训练就比较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亲情领袖是用生命影响生命 用父母亲的生命去建立孩子的生命 讲清楚的就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我可以知道我从我爸爸那边学到了青年正知 他虽然在大学里做一个很重要的总务主任 可是你给他一毛钱他都不收 人家有什么好处他会选给别人 那是我从爸爸学到的 从妈妈学到的就是充满了活力 绝对不放弃 想尽办法就是要把该做的事情做掉 为孩子读书进学校他都是这样子的态度 可以看到我妈妈常是家里没钱去借钱 可是她为了一个家庭 她就是这样的努力摆上 绝对不怕辛苦 所以这是我从孩子身上 从我爸爸妈妈身上学到的 那你觉得你给孩子学到了什么呢 你可以试着写下来 然后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 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不好 我们来讲生命 我们都知道植物从种子开始成长发扬 然后开花然后结果 结果里头种子又掉在地上继续成长 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那我如果问你 我们都知道这个植物有生命 那如果我问你生命是什么 到底在哪里 我相信大家答不出来 你可以说在种子里 可是种子是从一个死去的果实里头出来的 那你可以说在这果实里头 这果实实际上是从花出来的 那你说从花来的 可是花从发芽开长的 那你说这个到后来又回到种子 所以生命是存在这整个的一个循环里头 那问题是生命到底是什么呢 同样的人也是一样的 从一个金子卵子 然后到一个胚胎 到一个小baby 孩子长大 成人 老去 可是下一代 同样的继续生出来了 那这里头很显然有跟这个植物 这整个的cycle有相当类似的一个东西在里头 就是生命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两个cycle是非常像的 那他在问 这生命的人 我们从physical的这个角度来讲 生命到底在哪里 我们只知道我们有活 我们也知道有生命的现象 但是我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这个DNA是非常有趣的 我很喜欢研究DNA 因为人整个的结构 从小baby开始 从一个胎细胞开始 依照人全部的功能骨骼 就只是一个DNA串 就是一个基因串 基因串 结合的 它是怎么样 在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地点 产生固定的蛋白质 做固定的功用 the right time, the right place generate the right protein for the right function 所以眼睛 可能有眼睛的蛋白质 这个在眼睛的蛋白质 这边的基因呢 就制造那种透明的眼睛的蛋白质 假如说它是透制到镜片就制到镜片 而制造鼻子就制造鼻子 制造骨头就制造骨头 所以有不知道多少的这个DNA链细胞链 在不同的地方生产不同的细胞 做不同的功用 但在整个的过程中 DNA链要一直不停的工作 我们只知道它是按照一个蓝图去做的 但是这个蓝图的背后底下有生命 这生命一停止 DNA就不至于复制了 人的肉体就死亡了 所以这里头也是有生命 那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生命是什么 看不到 摸不到 只知道它存在对不对 有点像主耶稣讲的圣灵是风 你看不到风 但你看到风吹的结果 你知道有风 所以人也是活着一定是有生命 我们知道生命的结果 但是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我们知道生命的现象 一定有成长 一定有变化 一定有繁衍 到最后有死亡 这是生命的现象 可是在这生命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神的旨意是非常美丽的 非常美丽的 这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家 加起来 没有办法 比神的这个艺术能力来得强 神是美学中的美学 美中的美 这个都是一些DNA基因链 自己造出来的 颜色 各种的patterns 你可以知道有的时候 有人想把基因链 改变一下让颜色变了 你就会发现那个花 跟原来的花 完全不能比的 虽然不是假花 可是很难看的花 人的艺术观点 跟着没办法的 神是事业上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 可是最重要的是生命 生命是一切的结果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讲说 生命是各样生命现象存在的原因 生命是因 现象是果 生命看不到摸不到 但确实存在 而且有无比奇妙的能力 生命绝对不存在于物质虚拟 但是生命掌握世上生物的一切 每一个生物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蓝图 生命使这个蓝图随着时空演变 展现出来 生命是一个属天属灵的能力 因为看不到摸不到 在时空之外 在物质世界之外 是一个属天属灵的能力 那在创世纪很简单 第一句话就是 神是个灵 对不对 神是个灵 所以这个是神的能力 人不能创造也不能了解 神造物者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有一股力量 有一股能量 有一股看不到摸不到的一个大能 这是生命 这个大能灌注在每一个生物里头 生物就成长 这个大能停了 生物就死亡 所以死亡是什么 死亡是生命离开生物的现象 就是因为死亡 所以更能够证明生命的存在 这个最有趣的一个事情 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生物的感与觉 人今天的感觉 感觉中国是一个字 其实中国人创造造字的祖先 跟神是很接近的 知道感跟觉是两件事情 感在英文叫 sensation 觉是 perception 所以我拿一根针 扎你的手 你痛 这是感 把这个痛的信号送到脑子里 真正痛的是脑子里觉得痛 所以我假如打一个麻药的话 我针插你 你脑子没有绝就不痛了 可是那个感还是在那里的 只是信号传不过去了 信号传不过去了 或者感的功能没有 也可以说这样 可是基本上觉的痛是在脑子里头 所以我把你那个主要的神经一block掉 感的能力在 可是信号送不到脑子里头 觉的能力就没有了 所以感跟觉是两回事 那所以在这个圣经头讲得很清楚 我们因着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英文讲得更清楚就是 What is seen is not made out of what was visible 所以你现在所有看到的东西 一定不是从可见的造出来的 一定是从一个不可见的世界 不可见的能力 不可见的一个空间造进来的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了解就是 时空之间 另外一个超乎时空之外的多维空间 那就是神的空间 神的世界 所以不管是世界哪一个民族 就用这个灵子 灵来描述这个世界 那神是个灵 所以神是掌管所有spiritual 就是灵界的一个主宰 这个灵界的主宰给我们每一个生物有生命 它怎么给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它可以从那边进来 那它可以拿走 拿走我们就死亡 它放进来我们就生 它一直不拿走我们就一直活着 它拿走我们就没有了 这是整个的这个生命的来源就是神 一种energy 一种power 这个是很有趣的 我想也是跟大家谈过的一个 这个一张图画 我最喜欢的一张图画就是 这是人的脑子 人脑子里头有很多很多脑细胞 这个小小的像蝌蚪一样的是脑细胞 那这个红色的基本上是有点血管灌输营养的 我想这个李牧师是专家 那你知道有多少个脑细胞吗 人有一千亿个脑细胞 一千亿个脑细胞 那每一个脑细胞要跟十万到二十万个脑细胞 直接或间接的连结 那我们所有看的 听的想的情感意志 我们的所有的感情思考都在这里头 那这个脑细胞怎么做这么多事呢 当然它有它的功能 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脑细胞里头有生命 有生命 那我们可以再跟你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觉 跟这个属灵的世界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们知道人都有这个感觉知识欣赏 感觉知识欣赏 感就是sensation 就是我刚才讲的用针插你一下 那里头有sensation的细胞 觉是perception 就是在脑子里头真正告诉你是什么 知道是叫cognition 认识就是recognition 我第一次看到我是知道 第二次看到我就是recognition 这叫是 欣赏 心是rejoice 我喜欢 赏是appreciation ok 所以我们看到一朵花 假如说看到一个美丽的蜜蜂 我感到了 我感到了 然后送到脑子里头 脑子里头觉到了 好 我觉到了 然后我知道这个蜜蜂是什么样子 什么东西 下次再看的时候我就认识它了 那我很喜欢这个蜜蜂或者蝴蝶或者花的颜色 ok 我喜欢 但是我 更重要的是我能够pression 我非常欣赏 所以这基本上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神要造一个美丽的蝴蝶花朵 那神知道美丽因为神造的 可是祂要我们能够看到 所以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眼睛看到所有的颜色 所以你知道不管照相机造的多好 永远不会比你眼睛看到的漂亮 它十倍百倍到千倍 因为神造的眼睛是祂要让我们看到祂造的美丽的东西 但是你看到只是一个sensation ok 把这个信号送到脑子里呢 请问脑子里头有没有一个LCD的屏幕 没有 脑子里头没有LCD的屏幕 这是camera 我们camera照的时候有个LCD的屏幕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脑子里头没有这个屏幕 你怎么觉到 这个美丽的花美丽的昆虫呢 perception 这个能力 是从生命来的 是从生命来的 是直接跟属灵的世界挂钩的 当然这个没有医学的证据 可是我思考了很久以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能力 直接跟这个属灵的世界挂钩的 也可以说直接是跟神挂钩的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认识 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喜欢 我们知道我们要喜欢一件事情是好是坏 一定要有个比较 那代表说在我们的脑子里头 有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是什么 丑的标准美的标准 好的标准坏的标准 那我们看到大自然的世界 很高兴很开心 然后我们感激 这是脑子里头有个标准 看到了以后 觉到了以后 知道了以后 再跟这个标准比 然后我们好开心说好美啊 这叫appreciation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神 造人造的多好 从头到尾 就是要跟他连结在一起 他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他要给我们所有的sensation 去感受他造的美丽的世界 然后他要我们去perceive 然后他要我们去把这个perceive的这个东西 跟他标准在比 然后做出一个结果说我好喜欢大自然 所以我们人 没有生命 不可能跟神紧紧的连结在一起 不可能跟神紧紧的连结在一起 而且你从英文跟中文来比的话 你觉得说真是美啊 就是说当年造智的 中国人的老祖先 其实跟神是非常亲近的 然后这个西方的文化也是一样 都知道人的整个的认知过程 跟神的结合的过程 所以我们人这个要了解自己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physical body 就是我们有一个物理的身体 物理的身体的目的就是要 接受 储存 分析这个信号 然后要表现自己 这种情感来表现自己 与别人沟通 然后我们要take action 然后达成我们所要的愿望 我们想做什么事 你就去做 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是积极的 我们做的积极的事情 我们思想是消极的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一个勤快的人就做很多事情 一个懒的人就什么都不做 这个是body 那神当然给我们body 是要用很多事情 然后soul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还有我们的personality 思想情感意志呢非常重要 当然是思想情感意志决定我们的身体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自己也有经验 对不对 我受到anxiety attack大概是 才几个月 然后发现全部身体都开始要崩溃了 他都不工作了 ok是非常可怕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魂控制我们的身体 那但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人都听说我们有个心 良心 道德心 公义心 信心 爱心 都有个心 这个心你去读圣经的话 都是heart 但实际上heart 大部分都可以翻译成spirit 灵 ok 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mind 心思意念 大部分都是灵 spirit 那灵跟魂是分开的 所以中国这个字灵魂两个字分 变成一个字变成说两个东西变成一个东西 但没有这个东西的 没有这个东西叫灵魂的 灵就是灵魂就是魂 所以灵是跟神结合的 那我们就知道说 耶和华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个在King James Version叫living soul 这什么意思 我们本来就有soul 我们本来就有body了 我们本来就是活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个活人 但是我们没有灵的话 我们不是个living soul 我们是个dead soul 是个dead soul 那有了灵 我们这人是另外一个活的生命进来了 另外一个活的生命进来了 所以人跟所有的生物都不一样 是什么 人有灵 人有灵 所以人的生命是两层的 一层是肉体的生命 另一层是灵的生命 所以人的生命是有两层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所有的动物不是有灵的活物 它就是一个活物 只有人是有灵的活人 所以这个灵是从神那边来的 所以神如果是一个 不是这个如果 神是一个多元空间的灵 那我们的灵就跟神这个多元空间的灵 是一样的 所以说神照着祂的形象 祂的image 是一个属灵的spiritual image image is exactly the same 所以我们里面都有神的荣耀在里面 神照着祂形象照我们 我们里面都有祂的荣耀在里面 有公义 有永恒 有爱心 有信心 有怜悯心 有诚实 反正所有你想到的好的 一个字就good 你只要想到一个good这个字 就是我们里面神的形象 你想到bad这个字 就是跟神的形象相违背 所以人会有good and bad的决定是因为 我们里面有一个指南针 有一个神的形象 有一个神的标准 所以祂是造的形象造的 神也造着我们 祂的样式造我们 样式就是likeness 是similar but not the same 类似但不是完全一样 神给我们很多祂的样式 像我们的creativity 我们音乐的能力 我们音乐的能力 美术的能力 都是likeness from God 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 我们永远不会做出来这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 这个image它的spiritual glory likeness是它的capability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它部分的capability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它全部的spiritual glory 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活出神的spiritual glory image 我们就是有罪的人 这是我们的罪性 这是我们的罪性 所以你不信神 不愿意活出神的荣耀的image 就是我们的罪性 所以这个是灵 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你刚刚在讲最后这段我们照着祂的形象 这一段实在是很重要 每一个包括孩子也都是按着神的形象 然后所造的 Amen 那Elaine有没有什么可能 对啊 谢谢贾民老师 这个真的是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是从神来的 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差异 我自己还没有信主的之前 还不是基督徒 有一个让我非常差异 就是在世上 无论是天上的飞鸟 还是海里的鱼 地上的走兽 都非常的独特 特别我们的人 然后来我读了这一节圣经 就是也是刚刚贾民老师所给我们教导的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我总结 那么丰富的真理 贾民老师给我们教导的 神是给我们生命的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masterpiece 神的杰作 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孩子 所以我们要怎么 像贾民老师刚刚说的 怎么去感觉 认知心想去爱跟接纳我们每一个孩子 因为都是神的杰作 而且都有他的常事 也有他的所谓的需要成长的弱点 可是都是神很独特的设计的 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太奇妙了 然后整本圣经一个字的总结就是爱 神的生命就是爱 整本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情书 所以我们的家庭里面 活出这样一个生命 与神连接的话就有爱 因为神是爱 神先爱我们 我们就可以爱我们的孩子 所以在整个家庭里面 最重要有这样的情领袖 所表现出来的是有神的爱 去欣赏去接纳我们的孩子 谢谢贾民老师 感谢主啊 很好 就是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你要知道 我们里面有个灵 这个灵是多元空间的 多维空间的 可以直接跟神 这个多维空间的灵挂钩的 可以跟祂挂钩的 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自己觉得多聪明 不管你觉得自己多骄傲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你永远没办法填满这个灵 因为人的空间里头太小了 填不满的 所以你不管怎么做 你永远是没有办法有满足感 当然你充满了爱心的人 满足感比较大 但是永远填不满 因为它是一个多维空间的一个单元 那神的灵进来了 填满了 你马上就知道 你马上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重生的定义 就圣灵不住进里头 你根本就没有重生 你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所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基督徒 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灵 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总源 总结头 所以你要知道 teenager 你的孩子都有这个灵 那teenager活得越大 他对他这个灵的感觉越清楚 神的荣耀的image越清楚 所以一个做父母的 没有这个神的荣耀 他越来越讨厌你 你自私他并不喜欢你 你愤怒他很讨厌你 你在那边那个 就没有神的这种荣耀的话 要死不活的他很讨厌 他没办法跟你存在的 因为他越长越大 越知道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他要去追求 但是如果父母亲 有这个灵的荣耀 神的荣耀 他一看他就喜欢 不要说孩子跟父母亲 你在任何一个单位做事 你是做个leader的话 你彰显出神的荣耀 大家都喜欢 这个就是leadership 这个就是leadership 以生命带领生命 以生命影响生命 不是嘴巴说什么 不是做事做的都能干 是你里面有生命 从你的言语行为 彰显出来这个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一般人比较喜欢说 这人很mature 他不随时发脾气 他很冷静 他永远都很阳光 他很愿意帮助别人 有很大的爱心 这人是mature OK 你彰显出生命来 其实我可以跟你很直接讲 你去看Elaine姐妹 她的这个言语行为 彰显出来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 就是有一个glorious image 这就一个glorious image 这是一个生命的彰显 不是练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不是有一个什么training class 可以training出来的 这是里面的生命很自然的展现出来的 所以圣灵的果子 是一个言语行为的表现 说你里面有圣灵 所以你没有仁爱 没有喜乐 没有patient 没有信实 没有kindness 没有goodness 没有faithfulness 没有self control 你就没有圣灵的果子 那你就可能没有圣灵在里面 或者是圣灵在你里面 你根本不愿意接受它的控制 你觉得这个世界太好了 你觉得我太行了 我哪里需要圣灵呢 那你就没有生命的彰显 你没有生命 你看到了也不喜欢 所以这个亲情领袖 从生命彰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成功的定义就是要帮你的孩子 发挥天赋容神义人 但发挥天赋容神义人中间 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生命做底子 生命做磐石 所以他没有生命做磐石的话 他没有魂的毛封到脉内 这个就是西伯来书讲的 我们魂有一个毛定在这个至圣所里头 跟着神的 所以不管风吹草动雨打 我们都不怕 因为我们是定在那里的 不会被改变 不会被撒旦攻击 我们永远抓得紧紧的 你抓得紧紧撒旦不会来攻击你 你就是抓得不紧没有毛 撒旦就可以来找你麻烦了 所以这个最很重要 那我们要帮他们建立生命 所以耶和华所释的福 使人富足不加上有力 因为有生命 什么都可以控制得到 也可以享受得到 所以生命是非常重要 那没有生命的话 一个家庭碰到风吹雨打 就会倒塌 而且倒塌的很大 倒塌的很大 这个我想你们常常也知道 很多弟兄姐妹 或者不认识主的朋友 家里的问题 不知道有多少 夫妻整天在那边吵 父母跟子女打 然后有忧郁症 焦虑症自杀 为什么 没有生命会倒塌的很大 所以生命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里头都有个灵 那不是信主的人也有这个灵 所以保罗说 这是选出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坐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即使一个不信主的人 他也是要靠着他心里头的这个荣耀的image 神给他荣耀image来判断 他是不是凭着良心做事 所以良心就是一个有神荣耀的灵 就是良心 就是良心 所以我们凭着良心做事是说 里面的荣耀的灵告诉我们 什么应当做 什么不应当做 你照着荣耀的灵来做 就是照着良心做事 那这是没有圣灵的基督徒的 那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对不对 所以凡此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所以很清楚神为什么造我们 不是说哎呀要让你快乐 要让你平安 要给你 要让你享受啊 不是 那都是一个side effect 神最重要的就是我造你 是为了我的荣耀 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荣耀 我要在撒但面前让你知道我的荣耀 所以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所以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可是因为人有罪 耶和尔说 人既属不血气 我的灵 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而他的日子可以到一百二十 所以因为犯罪 耶和尔的灵没有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那是在旧业里头 所以我们就缺乏了神的荣耀 造成了问题 跟撒但的战争里头 撒但在这时候是胜利的 但是感谢主 因为主耶稣的救恩 让我们让神的圣灵 神的灵又住进来 我们可以永远跟神结合在一起 那这就是今天讲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 叫人活的是什么 是灵 肉体没有义的 一百二十岁死掉没有了 你这个人就永远没有了 所以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生命的定义是什么 生命的定义就是灵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生命 所以这个我们的里面的灵 有圣灵在里头 能够跟神沟通 我们这个灵就活出来了 而且我们的这个灵可以不停的成长 不停的mature 一天一天能够彰显更多神的荣耀 那像Elaine姐妹讲的 最大的荣耀就是爱 因为神本身就是爱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经过圣灵充满 经过所有这个神的话语 耶稣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活在神的计划里头 去爱世界上所有的神 那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 如果我们灵没有圣灵在里头 我们就没有圣灵 因为那是一个死的灵 是一个标准 是荣耀的标准 但是不能不停的成长 不能够不停的跟神更亲近 让神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 对付世界上所有的困难 撒旦的攻击 尤其是我们将来也会讲 这个最重要就是 撒旦要攻击我们 撒旦一定要打败我们 撒旦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人 离开神的荣耀 过一个惨淡黑暗的生活 这就是撒旦的目的 没有别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经过我们的生命 经过圣灵 让我们不停的成长 让我们能够向撒旦夸胜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施加上 就已经得胜了呢 为什么 因为圣灵就进来了 我们就有了生命了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撒旦就不敢动我们了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只要抗密给圣灵 撒旦就离开我们去 我们就可以向撒旦夸胜 而且我们就可以从撒旦的国度里头 把受撒旦捆绑的人救出来 只有你跟我 有生命的人有这个权柄 没有生命的人没有这个权柄 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 所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看到没有 盗贼一来盗贼是谁撒旦 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是要让你们得什么 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丰盛的意思是完全圆满 to the full overflow 就是可以从我们身上 流到别人的身上去 这就是我讲的生命 改变生命 生命带领生命 生命的传承 这是丰盛的生命 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流出来 影响我们孩子的生命 我们的孩子的生命 又可以流出来影响别人的生命 这是生命的传承 这是丰盛的生命 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那我们有了灵 有了圣灵在里头 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了 不读经不祷告 不行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们还是不停的要吃生命的粮食 灵粮 所以叫灵粮 主耶稣的样式 主耶稣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跟主耶稣亲近 跟神亲近 这是灵粮 所以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在里头 有生命在里头 可是不喂养自己的生命 就是一个属灵的厌食者 属灵的厌食者是很可怕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厌食症的人 倒倒歪歪 两腿细的不得了 风一吹就要倒下去了 这是属灵的厌食者 每天就是没有生命的活力 而躺在那里 那你想想看 一个Leader 下面能看到一个厌食症的Leader 你会觉得怎么样 哇我要跟他一样吗 还是说算了算了算了 我要找我自己的道路 所以你在这个上班 或在家里头 一个基督徒一定要 不停的让自己的生命成长 不停的追求灵粮 所以主耶稣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你想想看一个人每天吃的饱饱的 水喝的够 永远不渴 那多神气 一个人整天饿得不得了 然后嘴干口渴 嘴巴又发裂 眼睛又没有光 这个是没有生命的人多可怕 所以耶稣就是我们的灵粮 是我们活出荣耀生命的唯一供应 我们的灵 唯有靠基督的灵 靠基督的话才能够成长 所以主耶稣就是灵粮 主耶稣就是神灵 我是听到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灵还有我们现实 通常来说我们比较能够在生活当中 有情感感觉还有情绪 反映出来我们灵命的状态 所以刚才那个蒋明老师在前面一开始就说 我们能够感知的反映出来的 跟我们灵里面的东西是东西是相互应的 当灵里面饱满的时候 人反映出来的也是那个荣美的生命 在里面干枯的时候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反映出来神的荣美 所以我就在记 我也在思考 就是说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 我想今天来听的这些父母们 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喂养 让自己总是充满活力 即便是在这个挑战里面 也能够在主里面充满活力 来影响我们的孩子 这个是要在灵里面跟神有很深的连接 并且有信靠 并且我们在一起互相陪伴 也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 我今天听到的这些的 一些的思考和想法 谢谢 感谢主 那个Yelen老师有没有在上面 是 谢谢蒋明老师 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 从生命开始 因为我们真的是 像Yelen老师说的 怎么去影响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能够付出 我们自己没有先得到的 Amen 所以一定要先得到神给我们的生命 因为神是生命的源头 神是爱的源头 Amen 神是接纳、原谅、包容的源头 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每天在神面前更新 享受神的爱 神的接纳、神的包容 好叫我们能够同样的去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 Amen 我们靠自己是很有限的 常有一个比喻说 我们的生命就像里面有两头狗 一条呢 就是属神的狗 你喂养他神的话语、神的灵 那条狗就健壮了 那另外一条狗就是属撒旦的 当我们要自私、骄傲、肉体 邪情私欲的去喂养这个黑狗 属撒旦的狗的话 我们就生气 用自己的欲望、情绪来去掌控的话 那就被那个黑狗打败了 可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得胜者 做一个Victor 不是做一个Victim 受害者 所以神要我们得胜 神要我们得冠冕 所以呢 要喂养这个白狗 从神的化与神的灵当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每天有这样一个图画提醒我们 从神里面得到爱的源头 那李牧师请你 做个comment 那个 我们家在过去这个 两年呢 就发现到 从我太太的他们那边的 有一个遗传的这个 心脏的一个 一个基因 的这个 然后 所以我的孩子也有 他们整个就是这个 这个家属的那边都有 所以就让我们看出来 让我们孩子也都体会到 的确在这个DAN的传承的这个 基因的传承的里面 不但只是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 他们的心脏的这些问题 还有呢就是也是他们的个性 包括他们在他们的女生 他们在脸上都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一个字 然后他们的脾气都很相像 然后 所以 孩子们 然后现在就说 他们说 我没有这个 这个 我是这样子 因为是 我们这是遗传的 这个 的确 生命也是这样子 这个保罗 他也是在称赞 在这个提摩太的时候 他说 你的信心 那个 在你的外祖母 在你的母亲 他也看到 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一个 一个传承 也就是生命的传承 Amen 我这是 提的这一点 感谢我 我要comment一下 就像刚刚丽娜老师讲的 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和节制 不是一个一般魂的表现 是灵表现出来的果子